Hello大家好,我是笨笨 昨天我们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搞到了华为PRO70系列的两台手机 今天我们在快码加鞭 将评设内容制作出来 先说说外观 讲华为PRO70系列的外观 一定要从背面说起 三角形模组真的很少见 从P60RT上 我们就能看出华为在相机外观设计上 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前卫 PRO70也是不拘泥于 传统的手机方形或圆形设计 让人眼前一亮 在PRO和Ultra两台手机上 我其实更喜欢PRO的背面外观 它的等腰三角形排布更规整更简洁 特别是将手机横过来的时候 像米奇的头一样 圆圆的脑袋和圆圆的耳朵相当可爱 Ultra设计显得更尊贵 略显不规则的排列 加上一块金色标识排 气质这块拿捏得不错 主色的旋转弹出机构也相当闷骚 镜头弹出后会露出一圈红边 把点睛之笔故意藏起来 不给人看的感觉 对了 PRO的大圆圈里是前望式长焦镜头 两边的小圆圈分别是主色和超广角 而在Ultra上主色与前望长焦的位置互换了 所以Ultra左下方的镜头并不是圆形 而是椭圆 PRO70正面真的很漂亮 四边等宽的微曲屏 加上圆润边框 让我有种当初见到iPhone X的感觉 机身正反两面对称 所以握持很舒服不个手 至于直角边框的标准版 显然没有其他三个版本手感好 PRO70 Ultra的实测重量为232克 厚度8.99毫米 PRO是224克 8.63毫米 都不能说轻薄 不过在堆料的影像旗舰里 这也算是标准身材了吧 其实两台手机官网标注的厚度重量是差不多的 Ultra测量更厚重应该是素皮的原因 既然说到了素皮 那我也拿出放大镜给大家看一下 PRO70 Ultra的素皮贝壳 由于没有包边 所以和中框贴合度不是很好 能看到一些大小不一的缝隙 按压也很明显 素皮的塑料包边算是一把双刃剑 有包边没那么好看 但是对工艺要求低 与边框贴合的更好 没包边显得精致 但是对装配要求极高 很容易有缝隙 所以你们更喜欢哪种设计呢 我的话都不选 我喜欢玻璃 希望Ultra以后也能出个玻璃或陶瓷贝壳的版本 虽然有素皮缝隙的问题 但PRO70拿在手里 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一丝超越Pro的精致感 后来仔细观察 我觉得是因为华为在细节刻画上很到位 比如镜组的突出 并没有说就单单是一块玻璃突起的样子 它给边缘也加上了一圈金属包边 很正式不随意 又比如机身顶部的红外与麦克风开孔 做到跟麦克风大小一致 相比于其他手机上一大一小两个洞 PRO70看起来更加和谐统一 底部Type-C接口子然也是做到了居中 卡槽的宽度和扬声漆的开空宽度几乎一致 同时也是对秤设计 唯一让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音量键和电源键放在了同一侧 容易误操作 正式对一个个小细节的把控 让PRO70即便不够完美 也能维持一定的精致感 国产手机品牌里 我特别希望小米也能注意到这些设计细节 我每次上手小米手机都感觉不够精致 就是因为这里一个细节不注重 那里一个细节又将就 小问题叠加起来 整机就会显得不够高级了 OK 除了外观相信大家也很关心性能 这就不得不提去年直接上架的Mate60系列 被制裁的几年中作为国人 很多即使并不是华为员工的同学内心 也被这种不可理喻的手段恶心到了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深深的无力感 直到神秘的麒麟9000S横空出世 虽然各项参数还只能和几年前的老旗舰较量一二 但终于可以硬气的说一句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芯片 短短8个月Pora70故技重施 搭载的这颗最新处理器代号 麒麟9010 GPU采用的还是之前的Mate60910 没有升级 我们重点看CPU的变化 核心规格看似没变 但是频率的变化就有点意思了 中核和小核略有提升 唯独大核从之前的2.62G降低到了2.3G 这波看似反向的升级不知道对性能的影响究竟有多少 我们直接跑个分 娱乐兔跑分95万 而从Geekbench 6中可以看到 单核1439分 多核4471分 单核提升10% 多核提升16% 那么这个成绩是个什么水平呢 单核接近骁龙888 多核接近骁龙8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大核频率下降的情况下 单核还能有这样的成绩 算下来这次IPC的提升足足有25%左右 IPC可以直接对标8G2还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猜测这次9010作为90000S的迭代 CPU架构应该还是有不小升级的 只是绝对性能距离天机骁龙的旗舰依然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不过承认差距并不妨碍它肉眼可见的进步 弹幕可以悄悄打个华为牛逼 不过分吧 再说鸿蒙的优化调教也不能常规看待 留个悬念吧 具体的系统以及游戏体验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就是目前设定的频率确实很保守 如果后续OT可以提频的话 性能搞不好还能再进一步 这代影像的提升必然也会增加手机编辑剪辑视频的几率 我们就拿麒麟9010和差不多性能的888 以及最新的8G3对比一下 使用剪映编辑导出一段5分钟时长相同的 4K30P规格的Vlog视频 用时如下 Pore 70 Ultra用时3分18.13秒 骁龙888用时2分53.72秒 而8G3的手机用时2分28.39秒 视频导出表现相对一般 用时相较骁龙还是略逊一筹的 说到游戏体验上 介于9000S的Mate 60游戏体验并不算太友好 我一开始对Pore 70 Ultra的游戏性能并不抱太大期待 测试最高画质王者荣耀 没啥压力 平均帧率稳定120 功耗3.09瓦 表现居然还挺不错 更加意外的是我们上了强度更高的原神 25度室温 WiFi模式下原神最高画质虚迷跑图30分钟 默认性能模式没有调节系统任何选项 跑出了离谱的60.2帧 全程一条直线 功耗更是只有离谱的4.48瓦 这是什么黑科技 8G3不加风扇都跑不出这个水平 更别说9010这个性能了 我知道哪里肯定出问题了 加上测试过程中 游戏画面明显的卡顿和不跟手 这显然是插针优化了 找了半天 原来藏在这里 默认就是开启的 还藏这么深 是怕我找到吗 好了好了 问题解决了 再来一遍 这回正常多了 后半段基本锁在了50帧 30分钟平均帧数54.1 功耗也来到了5.71瓦 这个成绩已经是比以前进步挺多了 算是终于可以流畅游玩的程度 不过这样跑下来机身发热还是挺明显的 发热集中在上边框 以及背部摄像头旁边的区域 温度在44到45度之间 变框的体感温度还要更高一些 充电方面 Ultra拥有整个系列中最大的电池容量 5200毫安时 Pro则是5050毫安时 两者差距不是很大 除标准版外 华为Fora另外三台都具备100瓦有线快充 80瓦无线充 20瓦无线反向充电 在当今的旗舰机中也算第一梯队的了 值得关注的是 华为这个配备的充电器 带有USB-A和USB-C两种接口 这个接口是二选一的设计 不允许同时插两根线 我想可能是充电头内部只做了一路输出 如果两个接口同时使用会分流影响充电速度 这个设计只是为了兼容两种线材 所以做成二合一的防呆设计 OVP系列作为最早上大抵传感器和前往长焦镜头的国产手机之一 曾经也是国产手机影像卷王 但因为种种原因 导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停滞不前 没能用上更好的硬件 逐渐被其他国产手机超越 那这一次华为重新启航的Pura系列影像表现怎么样 第一次用上1英寸传感器的华为 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 先来看一下Pura 704款手机的影像配置 简单概括一下标准版Pro Pro家的主色硬件一致 都是带有可变光圈的1.3英寸的传感器 据说是OV50H 这款传感器出现在很多其他国产手机上 算是一块不错的大底 而Pro和Pro家的三色硬件完全一样 除了主色超广角 前往长焦硬件也一样 只有Ultra版用上了1英寸的大底主色 并且长焦和广角的硬件也要更好一些 那这么看来 除了最顶级的Ultra外 Pro肯定是最值得选择的 标准版阉割太多 Pro家硬件差不多但更贵 这也是我选择了Ultra和Pro两部手机的原因 必须说明两部手机相机组界面上的一倍都是27毫米焦距 均没有用满传感器全部面积 Ultra的0.8倍 Pro的0.9倍才是主色的真实焦距 带上两台手机出去拍照前 我下意识地会觉得 主色应该是两部手机差距最大的地方 毕竟1英寸硬件还有旋转弹出结构 怎么看都要更强 可事实上 实际拍摄体验中两部手机的主色成像画质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 像素质和风格都高度一致 即便是夜景下 画面的锐度清晰度都差不多 只有在暗部和阴影区域 Pro噪点比Ultra稍微粗一些 Ultra的饱和度更低一些 显得画面更加清淡 不得不说两台手机主色画质都很好 白天场景色彩还原真实 画面清新通透 夜晚也相对干净 不会有过度锐化带来脏脏的感觉 画面亮度虽然比真实环境更亮一些 但总体还是偏向真实的调校 不会有过多的味精 华为这次还带来了闪电抓拍 能够捕捉高速运动的物体 其实原理也不难 在光线环境允许的情况下 拉高ISO 进一步提高相机的快门速度 就可以定格高速运动的物体 这项功能在比较亮的场景下 还是很好玩的 但是夜景或暗光下 还是没办法避免运动物体拍糊 这是物理规律 光照不足 快门速度就是会变慢 没办法避免 大家想体验高速抓拍 还是建议在比较亮的环境下进行 至于虚化表现 因为相机自动模式 大多数场景下 两部手机都会优先使用F2光圈 所以很明显 抵更大的Ultra表现会更好 但如果使用专业相机 RAW有更大的F1.4光圈 实际虚化表现也不会比1英寸F1.6的差很多 对了 可变光圈 在收缩光圈后 面对点光源还可以产生漂亮的星芒效果 两部手机都是缩小F0.2光圈即可产生星芒 Proft 1.6以后就有 Ultra 1.8以后就有 利用星芒效果可以拍摄出更有创意的照片 比如这张原主高达和树带熊赛车 都因为星芒的加入让画面更有趣味性 另外过大的传感器会影响最近对焦距离 Ultra很容易距离过近无法对焦 需要借助超广角镜头来开启近距离模式 Pro因为传感器小一些 距离会近一点点 但也没好多少 说到近距离摄影 就不得不提Pora 70 Pro和Ultra的3.5倍长焦 均具备5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我可以负责的说 这就是目前最强 放大倍率最高的手机长焦微距 长焦微距可玩性非常高 刚拿到手机试玩时 我一直在用这个模式拍照 平常手机的广角主色看多了 长焦微距带来的视角 立马就让人感到新鲜感 都是平常不轻易见到的画面 Pora 70 Pro和Ultra长焦镜头 看起来像素只差了200万 光圈大小也一样 成像素质应该也类似是吧 但Ultra的长焦表现就是要更稳 这种稳既体现在拍照过程中 也体现在成片质量上 再来看这组宝石节车标 Ultra明显更清晰 即便10倍下焦距 光圈 快门速度 ISO所有拍摄参数都一样 但是Ultra就是会比Pro清晰很多 Ultra长焦数字的优秀 在夜晚会更加明显 画面比Pro更清楚 涂抹感也更好一些 在拍摄中 Ultra的ISO能升得更高 快门速度也更快 画面更不容易抖和弧 肯定是Ultra的传感器工艺更先进 能在更高的ISO下获得更好的画质 两部手机影像系统体验完 和我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 在看配置参数时 我觉得Ultra一英寸主色会肯定碾压Pro 而两者3.5倍长焦画质应该差不多 但体验完我发现我错了 Ultra主色表现和Pro表现相差不大 长焦却好了很多 这也印证一个说法 面积小但工艺制成更先进的传感器 未必比面积大但工艺落后的传感器差 OV50H作为使用新工艺的传感器 加上华为的调校 表现和前几年的旗舰1英寸989 并没有过大差距 而新一代传感器的长焦镜头 表现确实要优秀不少 Ultra上的旋转弹出结构 对于成像似乎并没有显度的帮助 它的加入主要是缩减相机模组的体积 大家也知道1英寸相机模组都很大 其他1英寸手机无论是小米 OPPO Vivo都无法避免超大的圆盘型相机模组 而华为Pura 70 Ultra就巧妙地通过这个机构 缩小了1英寸模组的厚度 让手机背后不会那么凸起 也减少了相机模组对握持手感的影响 这点真的值得友商们学习 手机毕竟是一个每天带在身上的物件 为了影像能力把手机做得又大又厚 实在是得不偿失 华为作为国产老大哥 又一次用自己的技术告诉所有国产厂商 轻薄造型和超级大底传感器 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影像可以卷 堆料谁都会 能做到不影响手机形态 在常规样式下 塞进更强影像系统 才是大家应该创新的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因为制作内容的时间非常短 如有疏漏请你见谅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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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